再加上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地方就是 虽然讲它有斑马线 可是它没有红青灯 你明白是吗 尤其是台中这个地方 它有斑马线 它可是它没有红青灯 这种东西不是它一set给的 你明白是吗 就可能讲今天你给我一set的斑马线 你也是差不多就是看着大马路 那只是没有车的时候 你直接跑过去 那个斑马线也是化爽的 因为都没有红青灯 大家好 我是大棒之一耶 OK 所以欢迎收看今天的 大棒讲故事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 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故事 不可以讲这个是一个故事 更多来讲这个是一个体验 如果有关注我的人 你们都知道 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就有去台湾旅行 然后我确实对这个旅行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也有很多不同的体验 就这个旅行给我的impact蛮大的 就让我一些有很多刻板印象的东西 都被消灭掉去了 就这个地方让我觉得 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我先打一个预防针 如果今天这部影片 是你第一部看到我的影片 你不要生气也不要走心 因为这个频道讲话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start的 虽然讲有时候我的语气会比较怪兰一点 可是听一个人讲话 绝对不是听语气 是听内容的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消化下来的 我单纯就是以一个旅客的心情 去那边旅行七天了 过后看到什么好 看到什么坏 看到什么问题 我就是通通在这个影片 讲出来跟大家分享罢了 对会员有新影片 想要看我讲关于 那个Brian E在直播发电的东西的话 可以加入会员 因为就有在那个车上讲了一段话这样子啦 不能红的话就不要去做这个东西 为了流量不能做到这样子的 来我跟你讲啦 全世界都有资格讲这个话 我觉得就只有Brian E最没有资格讲这句话 Brian E根本没有资格讲所谓的什么鬼 为了红做到这样子 来 bro 你做到怎样子 你懂吗 来你的一生的career 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爆红的 就是为了流量做这点很离谱的事 所以在故事开始之前 台湾这个地方叻 我自己本身就有去过了 可是当时候我去的时候 是我的父母带我去的 基本上所有的行程都是我的父母包办的 我自己本身就是我的父母带我去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去罢了 所以对于我上次去台湾这个地方的那个印象叻 我自己本身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我唯一能记得的东西就是 台湾的人就是很热情 简单来讲一句话 就是一个人情味满满的一个地方 再加上近几年的网络叻 其实有很多YouTuber还是网红 都会一直讲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再加上去台湾之前叻 我有去过日本 对于日本这个地方 我也觉得 诶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地方 可是对于我来讲 人情味还是这个国家里面 最需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这次选去台湾旅行 就是为了体验这个人情味 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期望太高 还是我的刻板印象太重 每个人讲台湾很好 我也觉得很好 可是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没有我想象中的这样好 台湾的市井 我 其实当我们一下飞机 过海关了 过后一出去外面 看到台湾的整个城市的样貌的时候叻 我其实会发现到 眼前不管是车辆啊 还是建筑物啊 就整个东西 整个画面好像上了一个filter 就那种很复古的filter 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那种店面的那些看板 那些他们的招牌 就很突出的感觉 然后最印象深刻的东西就是叻 他们的那个 建筑物跟建筑物之间 他们的那个反差很大 你基本上走在一个街上 有时你会看到 诶这个建筑物很美哦 可是隔壁那个 黑到鬼这样的 然后有些还深清台 这样子 就 他会有一只这样子的一个反差感 然后那个招牌也是很乱乱这样的感觉 然后又车水马龙这样子 反而我去了台湾的第一印象 我会觉得这边很像是我认知上面的一个香港这样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知道啊 日本跟台湾这个是有一些历史的关系这样子的 所以你就会在台湾上面的一些城市规模啊 城市设计上面啊 你都会阴影阅阅看到日本的影子这样子的啊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最近还去过日本 所以我就更加有那个贴切感 就可能看到某些街景啊 我会觉得 诶这个地方好像很像日本这样的感觉 就它很像日本 可是可能就像一个50%这样的感觉啦 或者更低啦我觉得 所以讲到街景 讲到街道 讲到城市规划的话 OK 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关于交通这个问题啦 台湾的交通 哇哦哦哦哦哦哦哦 台湾的交通呢 我可以讲是 最fucked up 最完蛋的一个点来啦 我自己本身去啊 这个旅行七天啦 OK 我觉得台湾的交通真的是 来 我真的没有话讲 OK 真的是 地狱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过很多那种台湾的新闻啊 还是那种台湾的那种名嘴的节目 还是一些台湾的YouTuber都会讲 台湾的交通是一个很糟糕的现象 是什么啊 步行者的地狱这样的感觉啦 短短七天吧 我就感受到 走在台湾的街上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等下讲恐怖咧 我这边就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刚才讲过我去过日本 OK 日本这个国家咧 他们有一个来 意思就是叫做步行者天国 简单来讲 步行者天国这个东西咧 就是给那些来 我们走路的人哦 都可以在马路上面随意通行 然后我们只需要走路 我们就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 那样的感觉 也不会因为我们走在马路上面 我们会有那些安全的问题啦 可能他们会把街道上面的斑马线啊 画到很大啊 大到比那些车走的路更加大那样的感觉 OK 他们就会做很多人心道 给我们那些普通人走路的 可以走得很顺畅 然后也不会担心 有没有车会撞过来 这样的感觉 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意思 就是讲 如果今天我驾车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走过的话 我会让他 就是人 在马路上面是最大的一个存在 所以不管是什么交通工具 看到人走在街上的话 都要马上stop下来 给他走先这样的感觉 这就是所谓他们的步行者天国 然后台湾的这个交通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跟这个步行者天国有相似度 可是他们的相似度 就只是看起来很像罢了 可是实行起来 我觉得完完全全没有实行到日本这样的概念 OK 可能讲你实行到日本的一个六七十巴仙都算蛮厉害啊 可是我觉得 真的连五十巴仙都不到 我觉得是不及格的啦 因为在日本那样子他们有一个人心道 他们的人心道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走在街上的话 我们也不会害怕有车会撞过来这样的感觉 可是台湾的 OK 台湾呢基本上他的人心道 就是车走的一个马路 可能他隔壁拿一个20cm那样子隔一条线出来 那个就是你走路的地方那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你在马来西亚走在马路上面 只是你的马路有隔一个20cm给你走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等于零的概念 你还是跟车走在同一个马路上面 然后过来一个车 也是随时随地 他一不小心 他就可以马上撞到你的身上去的 然后再加上更离谱的就是 OK 可能隔了一个20cm的那个人心道出来给你了过后 那些摩托 有些还是会走在那个人心道上面的 所以你走在那个人心道上面 基本上你就是 你懂吗 有时你还要让那个摩托走这样的概念 再加上尤其是台北 台北这个地方很多车的 所以我们走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不安心 因为后面有可能会有车的经过经过 或者是罗里这样经过 可能那个罗里 不小心打滑一下子 我们就棉掉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不是硬硬找问题来讲 可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一个 如果要做你就做100%这样的感觉 就很像日本那样子 他们要做的话 他们就做最完善的一个东西 很像我们马来西亚那样子 我们基本上没有这种 不行者天国的意思 我们在马来西亚还是需要 驾车多一点 所以我们行人呢 基本上都不会走在马路上面的 所以对于我来讲 这种不行者天国 这个意思啦 就是你要做 你就做到最好 你不要做 你就完全不要做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做到一半一半的话 你会导致很多所谓的安全隐患出来 再加上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地方就是 虽然讲它有斑马线 可是它没有红青灯 你明白是吗 尤其是台中这个地方 它有斑马线 可是它没有红青灯 这种东西不是它一set给的 你明白是吗 就可能讲 今天你给我一set的斑马线 你也是差不多就是看着大马路那样 只是没有车的时候 你直接跑过去 那个斑马线也是化爽的 因为都没有红青灯 所以基本上你也是跟着 在我们马来西亚那样子 过马路这样的概念一样的 只是你地上有斑马线 看起来好像很可疑 可是确实 没有什么作用 你懂吗 所以对我来讲这种 无色无色的东西 就是会弄到 很多安全隐患在 我知道我一直拿其他国家来做比较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有它的相似度在 所以 你很难不去比较它 可是我绝对没有批评 我只是觉得就是 诶 这些东西是我当时旅行的时候 看到的问题 这样子啦 OK 台湾的事物 食物这个东西 我基本上也不会讲到这样多 因为食物这种东西都是 看人家胃口 OK 各花入各眼 再加上我是来自马来西亚了 我自己本身就承认 我很有优越感 因为马来西亚基本上都是 三大民族的国家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 从小到大都吃过很多不同的 类型的食物那样子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 对于食物这个东西 要求肯定会比较高一点 我其实听讲很多人就是在 诶 去过台湾的人就讲 诶 台湾的食物很好吃啊 台湾的食物真的是一级棒啊 可是对于我来讲 我去了过 我觉得诶 台湾的食物其实 没有到很好我就觉得中等罢了啦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发觉到 台湾的食物很多 都是比它尖诈类的 就可能鸡扒啊 严肃鸡啊 鸡拿棒啊 大肠包小肠啊 都是那种比较热气的东西 虽然讲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可是我基本上去夜市 看到的东西都是重复性很大 我还是要讲一下啦 我最impressed的台湾食物 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 卤肉饭 还有它们的珍珠奶茶 这两个东西都是来自台湾 你要难测都很难啦 我基本上是夸张到 每一天我都可以吃卤肉饭 我每一天都可以喝一杯珍珠奶茶 这样的感觉 你可能会讲 马来西亚的卤肉饭不好吃咩 我跟你讲 台湾的卤肉饭 不是跟我们同个standard的 可能就是因为它的米很好吃 它是那种珍珠米 再加上它的那个卤肉 不是像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样大块大块的感觉 它是比较 幼的那种碎肉的感觉 所以每个东西就吃起来 不会很腻 可是又很开胃 这样的感觉 所以真的是 台湾的卤肉饭 如果你没有去台湾的话 台湾的卤肉饭一定要吃 台湾的人 我 好 这个也就是最大的一个点 最大的一个main point 我拍今天的这个影片 讲其他国家的人不好 我觉得这东西是有一点太以便盖全了 可是我不得不讲 是因为 我这次的体验真的是蛮糟糕一下 在台湾这个地方 我去那边要体会人情味 可是我体验到很多 不应该要有的人情味 所以当时候我一下飞机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对于台湾这个地方 我最期待的东西就是 跟他们的人沟通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讲过 我最近来去过日本 因为日本的语言不通的问题 我很难去跟当地人去讲话 那样的感觉 反而我来到台湾 然后我们可以用华语来讲话 我也更加有机会去认识到他们 然后知道他们平时的生活是怎样 然后他们的那些生活的文化 那些东西 我也更加容易可以用语言去互相了解 这样子 所以当时候一下飞机的时候 在海关罢了 我就想要去体验 所谓台湾人的人情味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下飞机 我们看到很多海关 我们就觉得那边的东西很乱 我们不知道要讲静 所以我们当时就随便去找一个工作人员 来问问一下 来体验一下台湾人的热情 这样的感觉 我就问他 诶 怎样走 要走哪里 这样的感觉 我们一讲完了过后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刚刚他 跟他老婆吵架 还是他打游戏打脸书几场 我不懂 总而言之就是他黏 抽到大便这样子 他看着我没有讲话 我就以为他没有听到我讲话 当时我就觉得 哇 干 不要这样子咧 我刚刚下飞机罢了 你不要给我的这个 这样美好的幻想破灭可以吗 所以我就问他多一次 然后我也不懂他在不爽什么灵 他整个人就很不耐烦那边 讲了一句话这样子啦 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鬼东西 他就整个很不耐烦的 就这样子叫我过来这样子 叫我过来这样子 很大力量的感觉 就整个很不耐烦 带我过去那个海关的地方这样子啦 which 那个海关的地方 就在他哥毙罢了 他就整个很大动作这样子 要拉我过来去那个地方这样子 所以就 我自己本身不喜欢以偏概全 可是 你懂吗 有时候有些地方 你不能不以偏概全 因为 很难去克制这种心理 你懂吗 我刚刚下飞机罢了 就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 你跟我讲我的心理 肯定会难受的 再加上我抱有这样美妙的幻想 我的心肯定是睡到晚 我肯定会黑化 就可能讲 今天一个完全没有对于台湾 没有任何印象的人 去台湾他一开始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也很难去说服他 讲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睡 还是本身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更加希望是我自己睡啦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诶 我的心里面有点疙瘩 然后你知道第二天 OK 那时候我们第二天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个九份的地方 OK 那个九份是一个来老街这样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搭巴士去到那个地方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搭巴士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熟悉那个SOB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在台湾搭巴士这样子 所以台湾呢 巴士怎样停啊 它的站啊 怎样看啊 scan 要怎样scan 我们自己本身都不知道是怎样操作的 当时候就我跟我女朋友还有两个朋友一起要上个巴士 所以当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次上巴士 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巴士是要scan 还是要给现钱这样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们上去的时候 因为我女朋友不懂是还没有睡醒 还是什么鬼 总的就是她上去的时候她忘记scan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SOB 所以她就不敢走过那个scan的机这样子的 然后当时候那个巴士司机就很激动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她遇过太多这样的坐霸王车的人了 所以她看到这些举动她就会很生气这样的感觉 或者就是我们的脸就长到像台湾人这样子 所以她觉得我们是本地人要坑啊钱这样的 她就很生气的在拍那个sofa那样子 拍大大力 喂喂 第二个卡 坐霸王车啊 低那个卡 低那个卡 这样的感觉就很激动了 我就觉得哇 干 因为我们前一天我们的心情都很差了 可是第二天又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疏忽 可是就我们也不是故意了嘛 你明白是吗 然后我就跟那个巴士司机讲 不好意思我们是从马来西亚来 我们不知道这些行程要怎样弄 所以不好意思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讲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 她就发现到 哦 原来我们是外国人不知道 所以她就比她安静一点这样的感觉了啦 然后每天啊 真的 我不懂这是一个文化还是什么鬼啊 那个巴士老啊 每一天我们坐了基本上每一层巴士 基本上五十八千以上啊 你都一定可以看到哦 那个巴士司机哦 莫名其妙跟一个乘客吵架的 就还没靠北来靠北去 然后用那种台湾腔的 附件话还没骂来骂去 啊你对啦 你是狗啦 你真狗啦 靠北啦 呃 干你娘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文化还是什么鬼 还是巴士司机讲话 就是这样大神 我也不知道你懂吗 你就弄到 你懂啊 有时候我们在巴士上面的时候 不然间那边吵架啊 那边大喊大叫 就弄到整个东西很 很糟 你懂吗 所以当时我就是真的觉得 哎呦 认识一个地方 绝对不要从别人的嘴巴去认识 也不要绝对从影片上去认识 亲自去体验 是最最 best 的一个体验来的 那时候我们也是遇过很多 所谓那种电源啊 还有一些路人啊 就 不知道耶 就很奇怪哪 那些电源 尤其是电源啦 有一些电源他们会 很有礼貌的跟你讲话 可是他们很有礼貌的跟你讲话哦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语气哦 是必不得已的礼貌 你明白是吗 就你可以感受到 台湾的电源哦 他们很像在模仿着 日本的电源的招待方式 可是他们又是那种 不甘不厌的感觉 你懂吗 还要有礼貌 可是还又不甘不厌 就弄到整个东西反差很大 你明白是吗 有一次我们去 淡江中学附近 淡江中学附近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看 那个不能说秘密周杰伦的 那个淡水海边 我们就去看那边的东西 我们就在那边拍照 我绝对没有顶到任何人 OK 有一个auntie哦 那时我看到 有一个auntie就坐这么短 一直蹬我 用那种很 很不爽的眼睛 那边一直蹬我 所以当时我就看到 哎呦 妈的 又是有种人 我就快点拍拍照 我就快点跑掉 这样的感觉 然后基本上拍完照 跑掉了 过后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auntie哦 突然间就跟那个 前面那个司机吵架 这样子 他就没讲莫怪 你这两个人怎么这样啊 哇靠 你怎么这样做事啊 哇 我就不明白 整个东西很杂 你知道吗 一下子突然间发生这样多东西 然后过那边大喊大叫 那边就靠北靠北就 整个东西就很乱水 懂啊那边 所以当时我就很不爽 我就在我IG放了一个帖文 就讲哎呦 我来了台北几天 台北这个东西 不是我想象中 我这样好 那样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台湾的观众 就来 send 我每次讲 哎 你不要去台北 台北这个地方根本是 没有人情味的地方 哎 你要去的话你就去 那些比较甘榜的地方 那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讲 哎 干 这个整个旅行 我就去台北跟台中 罢了 我觉得我应该 体验不到什么人情味了 所以那时去了台北 那四天过后 我们要去台中之前 我都暗自发誓 我永远不要再去台北这个地方 我真的是来 我很抗拒台北这个地方 我已经有阴阴了 因为发生到太多事情 我一个影片讲不完 就很多事情弄到 我不喜欢台北这个地方 所以最后的三天 我们是去台中玩 那样子了 OK 去了台中过后 我以为还是会遭遇 这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去了台中 你可以感受到那边的气氛 人与人之间 整个城市 你就可以感受到 完全的不一样 我不知道这么差一个 马六甲和吉隆坡的距离 一个一个小时半的距离 为什么那个差别会这样大 台中就是一个比较chill的地方 然后你不会看到很多车 走歪走气 整个vibe就比较清新一点 没有像台北这样炸 不管是那种夜市安地 还是那种卖东西的店员 基本上他们都会跟你多聊两句 然后他们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跟你聊天 这个就是我最chill的东西 所以那时我一来到台中的时候 我就爱死台中了 台中真的是很best 虽然讲他那边很少东西玩 没有像台北这样好逛 可是我觉得台中的整个vibe 整个给人家的感觉 会比较清新一点 没有这样有压力 你明白是吗 所以总的来说 虽然讲这个台北的旅行 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很大的问题 都是出自于 我很随 或者就是台北这个地方 本身就没有很大的人情味 然后我去了这次台湾 我也发现到 为什么那些台湾人 会这样爱自己的国家 会很光荣 自己是一个台湾人 我也慢慢的发觉到这个点了 我自己本身就有去了台湾的 中正纪念馆 中正纪念馆 基本上就是一个博物馆 来纪念台湾的历史 我自己本身看了那些故事过 我其实蛮有动容的 这个应该是我唯一在台北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去了一个中正纪念馆 看到这些台湾历史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比较喜欢看历史的东西 尤其是有一个叫郑南荣的故事 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Google search一下他的故事 就他们这些人物啊 为这些国家争取一些东西啊 这些人物都是对我来讲台湾的一个很大的魅力 我会喜欢台湾有很大的原因 都是从这些历史的故事喜欢起来的 就这些人的故事 这些人抗战的一些故事啊 也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魅力 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这样认真 看看就好 当成是一个听故事这样的感觉 不了 所以希望你们有一些台湾的朋友 还是台湾的观众啊 也可以跟我分享 你们对于我讲的东西 有没有共鸣 还是你们觉得我讲的东西就是wushit OK